对减攻击 打击目标动攻动要兵 所决收力起刃 解放军海空驱逐护卫舰 搭配反潜机实施反潜任务训练 我们多次搜索发现 稳定跟踪模拟攻击目标 并展开综合防抗训练 发布一连串最新影片 锁定目标依旧是台海周围 不只海上共箭 空域呢也很不平静 多架攻击现身除了要验证 空中级对地打击 对台挑衅施压不间断 9号解放军在对外透露 东部战区将继续在台海周边 进行海空实战化联合演训 演训到底什么时候 能告一段落 形势有多危急 传出路透社透露 9号台海中线 仍有至少20艘解放军 和我军舰正持续对峙中 中国似乎刻意 就是想把时间拉长 不只可以消耗 我军战备能量 还可误导打乱 区域情势发展 就算台湾全程紧盯戒备 时间一久 台湾能握有的筹码 还剩多少 假如真正开始用兵起来 就算没有真正战争的 实际这个损伤跟消耗 长久对峙以来 我们长久以来 也未见得能受得了 政府必须要开始 思索解道方案 如果征召解放军所说 演训没确切结束时间表 只怕未来台湾一旦有事 与其求援 最后还是得靠自己 静新闻 谢陈吴俊伟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